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残奥会闭幕式的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举行会谈 温家宝说中萨建交33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友好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 萨摩亚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中方愿与萨方保持高层交绑加强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 扩大人文领域交流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图伊拉埃帕对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 他说萨摩亚真是萨中友谊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断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会谈后温家宝和图伊拉埃帕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